大家好,我是莫蒂芬芳 民间有许多传统经济 尤其是牵扯到往生者的话 更要多加小心注意 一般常听到长辈称 白法人不能送黑法人 口袋放秋薇金等 虽然到了现代 有许多人都已经不太在乎这些习俗了 不过有殡障业者指出 无关乎是否迷信 千万别碰触死者的这个部位 并揭露了三大原因 人死后体内还会留有温度 家属可以趁这时候 替死者穿上寿衣 过了一段时间 器官会逐渐停止运作 尸体开始僵硬并失去体温 这时候散发出来的味道 可能会吸引一些蚊虫靠近 再加上死者生前可能有不为人知的疾病 因此家属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殡仪馆指出 最好不要碰触尸体的脸部 原因如下 第一 人死后所有血液都停止运行 血管也因此被堵住 这时候若是碰触死者的脸 就可能造成青一块紫一块的尸斑 而且无法恢复 会让大体变得不美观 第二 从科学层面来看 尸体内存有大量细菌 用手接触确实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第三 是对死者最基本的尊重 人在生前都是希望能干净整齐的去见人 就算是面对至亲的家人 也不希望自己难堪丑陋的一面被看到 更何况是死去之后 因为亡者的脸会开始渐渐变得苍白 因此家属都会聘请大体美容师 让逝者的亲人能帅气美丽体面地走完最后一程 在这里要再加上一项一般科学看不到的因素 第四 人在刚死亡后12小时内 灵魂出体时 即使是些微的轻碰 都会对亡者产生极大的痛 此时更是不可碰触 亡生者身体的任何部位 包含他的脸部 所以千万不要去摸亡生者的脸哦 天天在摸湿底的他说 这种才是最恐怖的 有次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发问 你有摸过尸体的经验吗 结果有位自述天天在摸的冰藏业者回闻 要与大家分享经验谈 这位冰藏业者说 第一他最讨厌的是刚往生的 因为血液还没凌结 很容易从针孔的洞流的到处都是 第二最让人不再想吃冰的 就是尸体冰超过三天的 会像冰棒一样 离开冰箱一天后 会开始从皮肤各处渗出组织液 你可以把你家买个猪肉 放到冷冻库三天 再拿出来摸 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 第三最耳烂的就是糖尿病的 因为糖尿病会造成组织坏死 很常发生在腿部 第四最不好看的 就是脸部最不好看的是肝癌 整个会发黄 第五最红润的 脸部最红润的是自杀吸肺气的 第六最想吐的就是泡水一个礼拜以上 整个脸都烂到认不出来 然后去抓的时候还会滑不溜溜的 很麻烦要用绳子固定好 才好后送 第七最不想碰的 就是放在家里至少一个礼拜以上的 尝试独居神王 因为会一大堆蛆在那里趴呀趴的 而且味道大概会流存一天以上 真的很臭 就像家里有老鼠 不知道在哪被毒死了放很久一样 第八最可怜的 就是被火烤过的 内脏会烤到翻出来 手头 四肢则是通常扭曲得很奇怪 脸通常会更猙獰 但是面对以上种种惨状 最悲哀的其实是亲人 因为法医会根据DNA 要家属去认识 结果亲人一般是哭着进去 但却是爬着出来或被人抬出来 让人看得心疼不已 接下来很多人又留言向这位殡障业者询问一些问题 他说 第一 做这行一开始都会怕怕的 后来抱着拼下去的心情就没啥感觉了 第二 跟死人相处 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跟活人相处比较难搞 第三 胶湿通常没味道 会有味道的通常是腐烂的 因为放太久或是泡水造成的 第四 胶湿的告别式 不会让人看到它的面容 棺木也会直接盖着 第五 自己身上的味道 有时用香喷喷的香水沐浴乳也没有用 总觉得那味道如影随形一两天 其中有人问到这名殡障业者 你和尸体独处时心里在想啥呀 他则回应 没啥感觉 跟死人相处 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跟活人相处比较难搞 因为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那么前世的死亡方式会影响军事吗 很多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人 今生已经来投胎了 这些经历过战争的孩子 或多或少都带着某一种敏感 有人以为善业和二业会互相抵消 不不 善二业是并纯的 无法互相抵消的 也就是说 前世曾经帮助过一百个人 和一百个人结了善缘 前世也曾经因为饥荒 而当过土匪 抢了十个人的钱 请问这个人 今生来转世 又遇到这一百一十个 前世的善二元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可能这一百个结过善缘的人 在转世的过程之中 会变成亲友来帮助他 事业成功 而这十个前世 结二元的人 可能是生意上来往的朋友 今生倒了他的钱 善业和二业是不能够互相抵消的 会以并纯的方式存在 无论如何 总结算下来 这个人今生之中的善缘 还是多过二元的 因此做事情总能逢凶化吉 贵人运多 日子还算是能过得不错 因为善业大于二业嘛 爱一个人也不容易 很多夫妻结婚之后 相处又爱又恨 爱恨交错 纠缠 头脑里面一下子爱他 一下子又恨他 自己也搞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有些恋人 在谈恋爱的时候 甜如蜜 吵架的时候 恨得牙痒痒的 也无法分手 原因可能是 这对夫妻曾经有十世的姻缘在一起 而其中有三世当过夫妻 有七世是离国的敌人 互为对手 可以想见这对夫妻 今生结婚之后 两个人有多么会吵了 两个人一定会在暗中 暗暗较劲 谁也不肯认输 今生在一起 可又得吵了呢 生前死于战乱 或是战争逃纳而死的人 今生很容易恐慌 这些人天生会特别胆小 有严重的不安全感 比如说 前世经历过大屠杀 或目睹恐怖杀人事件 今生就会有莫名的恐慌 胆子很小又怕事 容易罹患恐慌症 前世的死法会是今生的恐慌 前世死于高处 最下 今生容易有居高症 前世逃难躲炸弹 今生听到巨大的声音会害怕 前世被活埋 今生容易有恐慌症 常常觉得自己吸不到空气 曾经读过一个人 他的前世是日本军人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时 日本战败后 他切副自杀 刚好切副的部位在肝脏 果然今生肝脏也开过刀 前世因为那个疾病而死 今生那个部位的器官 会特别的弱 特别的容易病变 因为有细胞记忆 此外 比如说呢 肇育症 敏感体质的人 很容易有以下情形 就是 肇的时候自己像个暴君 欲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渺小 这个族群的人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很勇敢 其实 弹子异常的胆小 又因为自己不稳定 总希望找到靠山来依靠 罹患肇症 会经历到两种不同的极端情绪 若是去吸毒他们的前世 就会发现 其体内同时存在着 暴君和胆小两种人格 这是因为 在转世的过程中 曾经当过掌权者 像暴君一样的人 做了很多的坏事 也曾经转世过 卑微的身份 常常担心会不受欢迎 身上同时存在着 加害者和受害者 两种记忆 在角色的变化 和极端情绪的切换之中 辛苦地过着生活 前世的死法 会是今生的恐慌 今生若能够安详 健康的离开 来世也会快乐健康的出生 明日是今日的延续 未来是现在的延伸 今生种的善因 是来世的善果 今生执福 来世享福 想要来生过得好 今生修身体健康 和广结善缘 永远是对的方向 好 感谢观看